一般呢很多时候呢都是学生们来听大师们讲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能不能咱们抽选五六个学生 你们也跟大师们谈一谈 你们认为作为中国学生 你有什么和没有什么 大师同意吗 我们也听见参谈 他是大师 我不是大师 只有气功大师 两位教授同意吗 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选几个学生 请你们也跟两位教授谈一谈 你们自己认为你们有什么和没有什么 这是我们有话语权的时候 这是你们自己来表达自己 心里一个愿望的时候 也是让大家来分享你的一些思考 因为这是Brainstall 可以吗 这样 先从这边 你可以 请大家很简短地跟我们说 您认为您这一代人有什么 谢谢 各位老师好 在我看来就是作为我们80后的这一代 我们有的最大的东西就是机会 因为我们可能就是说大家平均的这样的生活水平都比较好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机会 我们可以出国可以去参加很多的一些组织一些活动 我们比上一代的人有了更多机会去开阔我们的眼界 去看到不同的世界 然后形成我们可能说不同的价值观 但是我觉得我们缺少的就是信仰 因为我的父母是从文革那个年代过来的 他们说在那个年代确实很辛苦 确实很艰难过的 但是那个年代的人有一种中国人最后的信仰 就是我们相信 我们有一个信念 我们不管是共产主义还是毛主席的思想 我们相信 我们一直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那 有一个信念在那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一代 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不知道我们该相信什么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谢谢 下一位 那个男同学 你好 花童 在我这儿还有一个 你好 几位教授好 我主要就想谈一下 我觉得我们缺失的东西是什么 因为有什么 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 我们有很多的机会 有很多的平台 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经济 我们的支持 那么我们缺失的是什么 我想说 我觉得就当代的大学生来说 或者说青年来说 我们缺失的是一种使命感 如果对比一下民国时期 我觉得当时的支持分子 当时的大学生都是非常有使命感的 我认为当时的使命感的来源 是当时的我们的国难 我们的鸡贫鸡弱的国家 那么另外我觉得到80年代 就是90年之前 我们的大学生也是非常有使命感的 当然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间 所以我有点疑问 就是说当时的大学生 他们的使命感的来源是哪里 那么到今天 我觉得我缺乏一种使命感 我希望以后的学生 能够在社会中 能够找到这种使命感 但是我不知道方向 谢谢 我一会请两位教授回答你们 那位女同学 咱们争取一女一男 OK 平等 谢谢志愿者 谢谢 我觉得作为90后 标准90后 我觉得我们拥有的是非常好的父母 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 他们能够在启蒙阶段 给予我们很多的鼓励和启发 然后他们也大多数都拥有 比较平稳的经济收入 所以说你可以不用担心生活 我要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东西 比如说我就是学哲学的一个学生 大三学生 我觉得我们缺少的是社会对于我们的认同感 我依然记得我14岁的时候 第一次走进英国的私立学校 他们以为我去学历史 他们觉得我走错了教室 然后后来到了LC学哲学 他们又以为我走错了教室 所以我觉得 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讲 我们开始更多的去探索 应该给予我们更多的鼓励与肯定 谢谢 下一位 那位男同学 我觉得就是像我这一代 我是92年出生的 然后就是平时就是一个非常直线性的 然后就是上最好的小学 上最好的就是高中 然后我现在在LSE 也是就是一个比较直线性的 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 那我觉得缺乏的就是说 能跳出这个直线性的成长的空间 然后可以去 就好像有点像 我们可以回到那个54的那个时候 去寻找就像杜文明教授说的那个 我们能有一个 就是能放慢一点 然后找一个我们自己的 属于咱们这一代的一个中国梦 谢谢 那位女同学 sorry 这是最后一位 然后我们要听一听大师们的点评 教授们的点评 sorry 首先感谢几位教授 然后你们的演讲让我非常的受启发 我想直接点名的就是我们缺少的 我觉得这一代的是勇气 因为在之前的那个年代 你们经历过很多挫折 然后就是会有一种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种 然后你们可以放拼了 鼓足了勇气去闯 但是在我们这一代 我们因为经过之前太多的 一步一步物质和精神上的铺垫 我们享受的太多 就很难放弃所有的包袱 就很难就是鼓起全部勇气去创业 或者是去拼这种 我们太在乎我们以后的生活 会不会和我们以前已有的那种标准 会相同 或者是不会说以后我去创业了 我会一无所有身无分文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缺少的是勇气 谢谢 我还看到很多同学 先表示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能不能有一个提议 如果LSE的team你们同意的话 你们可以在网站上有个feedback 把你们认为你们缺少什么 和你们有什么 这样大家可以设立一个平台 我们讨论一下 我们留下来最后的四分钟 给教授来点评一下 你们的想法好吗 我先说一下信仰缺失 这个是很多年轻人都有这种看法 实际上如果在人生的更高层次上来看的话 每个人都可以有真正的信仰 比如爱因斯坦就说 他不信仰任何人格化的神 但是他信仰大自然的上帝 他认为自然界的规律本身就是上帝 然后他一辈子就探索着自然界的规律 我喜欢这个 我是个学理工科的 但我喜欢这个人文 喜欢考古 喜欢艺术 我知道我认识的这些考古学家 收藏家 艺术家 他们觉得 他们的信仰就是艺术 就是完美 就是这个 反正就是说到底 任何高层次的真理 追求这种真理就是他们的信仰 所以信仰并不是说简单的 你父母有个什么东西 你没有了就不行了 而是你们的人生是不是不如到了这个层次 到了这个层次吧 你就会为一些精神上的东西 如痴如狂 就像这些收藏家 像这些艺术家 像这些科学家一样 他们追求的东西就是他们的信仰 所以我觉得你们年轻人吧 可能还没有步入到这个层次 还没有体会到这种 如痴如狂的喜爱一种科学 一种知识 包括艺术在内 如果你们喜欢他了 你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你的信仰 缺乏社会的认同感 这一点 我觉得这是80后这些青年 他们独有的 因为他们这个个人的 就是我执啊 个人的意识啊 用符学上的话 就是我执太强 我执 执着的执 像我们这一代吧 生活在 就年轻时候生活在基层 我大学毕业到青海去当工人 那个时候生活在最基层 那个时候吧 也是很需要社会认同的 但是呢 我知道我只要是做得好 做出了成绩 社会就对我另眼相看 就会认同了 刚才在一位说缺少勇气 实在是太在乎已经得到的这些东西 这个吧 也是确实是说得很生动 这个中国的大智慧啊 就禅宗 就是说人的烦恼就在于你吧 太多的这个贪嗔痴了 你太多的贪恋一些这个物化的东西 如果你把这些东西丢掉了 你一下子就觉得你精神解脱了 因为你没有任何包袱了 所以我觉得啊 大家说的这些问题吧 就反映了 同学们吧 还处于年轻阶段 还没有进入到 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精神上的高层次 如果到高层次里从那种观点来看的话 你可以获得信仰 你追求的这种最高级的科学 艺术或者文化 这种东西吧 都很精美 它都可以成为你的信仰 谢谢 我觉得我们如果这个文化 可以从发展一种敬畏 尊敬的敬 这个畏惧的畏 敬畏 那个心来开始 在传统天地君清诗 天地就自然 这是我们大家敬畏 那现在我们没有敬畏感 但是敬畏感呢 其实要连起来 是爱心 就爱的这个观点 或者儒家所讲人爱的人的这个观点 我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是基督教的一个受贿者 保罗 他讲了三个基督教最高的价值 一个是信仰 信念 废子 一个是希望 hope 还有一个是爱 love 然后他做了一个判断 说真正的基督徒 如果没有爱 你的信念的本身 会失落 如果没有爱 你的希望 会破碎 所以假如我们有敬畏感 所以敬畏感的话 我们要找到 你对 你如果是这个学校的一个成员 你对这个学校有尊敬感 你对你职业 职业要有尊敬感 你对你的朋友 对你自己 有个敬畏感 那么对大自然 对天地万物 那么另外呢 我就介绍一个观念 就是儒家那个仁爱的人的观念 花一分钟吧 仁爱的人 和奸爱 和博爱 和慈悲 不太同 但是它是什么呢 它是儒家所有的核心价值的基础 如果没有人 信仪的意志会变成苛刻 礼会变成形式主义 勇会变成批复之勇 智会变成小聪明 性变成小信小义 都要有人 都要有一种关怀 有一种爱心 那么另外呢 所有的价值 都能够丰富人的内容 一个有真正人的人 他一定是有勇 他一定有智 他一定有理 一定有义 所以这个很难 所以孔子说 他最好的学生 就是颜晦 三月不为人 三个月的时间 他能够维持 他的人心 人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 一种彻隐同情的情 也就是人性的光辉 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都有体现 人性光辉的可能 但像颜晦 有三个月 他都可以 一般的就是日月自已 我们的话 大概一两个小时 有的时候几分钟 可以体现 其他不能体现 但是如果能坚持 维持 就使得我们那个 平常心维持 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不一定说 你马上要信一个宗教 有些人当然 你能够信教 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要有一种敬畏心 要有一种同情感 从这个开法的话 有很深厚的资源 是可以通过大家的 互相的努力 代表一种新的心态 我对这个并不悲观 谢谢 好 各位朋友 我希望我们能够再次感谢 两位教授 并且我们能够通过 今天这一个小时 带回去四个字 敬畏和感恩 谢谢 因为如果你们有什么信息 想传达给两位教授 你们可以 发给姆爱乔 这里有名片 然后姆爱乔 MBR可以帮你们传递 你们的信息 好吗 谢谢 谢谢 您应该还年轻吧 今天是我本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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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